欢迎来到台湾大论坛 郑宏怡爆出口之后 今天总统府发言人罗志强 三问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第一问是说 蔡英文的发言人郑文灿说 郑宏怡的发言是为了台湾学子请命 苏嘉全说 马政府偏中国偏的这么厉害 难怪郑宏怡要骂人 民进党意思是说 只要不认同别人 就可以用脏话来骂人吗 这是不是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这个第一个要问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 第二个要问 这个前陆委会主委 蔡英文补助陆生短期研究经费 他当年每个月给了多少钱 难道蔡英 难道这个郑宏怡应该用更难听的话 来骂蔡英文吗 罗志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说 蔡英文现在是民党党主席 而且是女性参选人 那他一向是以中道理性自诩 难道没有办法遏止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粗言风波 在民进党的选举场合中 继续出现吗 他们要求蔡英文道歉 要求蔡英文至少说 遗憾愤怒 但是蔡英文今天 真的开了一个记者会 告诉大家说 她要一次回应 总统府所有的问题 心里有底 早知道大家要问什么 沉默两天 蔡英文终于愿意谈 郑宏怡爆粗口 但面对兰英点名道歉 蔡英文四两拨前进 我做入委会主委或做政务官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立法人对我出言不信 对我人员人声恭敬 我做主席的时候 刚才讲 高宏仁先生为了EPPA的事情 也用很不堪的言语这样骂 我从来没有要求 马英九先生要以党主席 或者以总统的身份道歉 蔡主席杠马主席 但就事实面却无法回避 民进党8号发出新闻稿 把郑宏怡骂脏话 归咎于马政府不断加码 补助来台的大陆学生 而且是加码 每个月补助3万 真是如此吗 数字会说话 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期间 每年补助340人 金额算下来 人员补助超过4万 比马政府的一人3万还要多 民进党给的错误资讯 蔡英文是这样回答的 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 加码补助3万这样的事情 这个我不清楚 我们民进党的新闻稿就这么写 这个我不清楚 但我想你去问一下 民进党的党中央 身为党之主 和过去补助陆生的业务主管 蔡英文负责到立法院 报告补助预算 签过没笔补助公文 理应最清楚的人 却说不清楚 无论怎么切割 都难以置身事外 这位新闻李文斌 黄一芬 蔡宏报道 民党党主理蔡英文 要记者去问 民进党的党中央 为什么发那样子的新闻稿 另外一个是 民进党的台中市长候选人 苏嘉全 大家问他说 他昨天晚上 为什么在造势会场上面 挺郑宏怡 附和郑宏怡的说法 他最后被问及了说 他当时 只是农委会主委 跟内政部部长 相关的问题 要去问蔡英文 在银铛台 他最后在那里出 实在是不怪他出 因为 哪会说中国的学生 你会带他三万 台湾的学生 孩子 我们的农民 我们的普通孩子 纪念 全都没有 这么不公平 骗中国骗得这么厉害 有够无道理 你们说对吗 对吗 政府那个时代 我不是在入委会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我相信 在那个时候 人民不反弹 可能 是不是 有的话 应该是少数几个 不像现在 大规模的开放 你好像也是到蔡主席的时候 在加码 什么蔡主席加码 我不晓得 他那时候在入委会的时候 那你应该问蔡主席 他是入委会 我是内政部跟农委会 你应该问农业政策 我就倒 苏嘉全说要问蔡主席 蔡主席说要问党中央 那现在到底该问谁 他先自己完全 不知道事实的时候 他先就说 应该会出问题是 马英九大幅度开放 结果我们现在的记者 已经掌握了资讯 就直接的问他说 不是 是蔡主席当入委会 主委的时候 大幅加码 这个时刻 他才说我不清楚 所以如果我们的记者 自己不掌握资讯 不问他 就会任由他说谎 然后大家就变成 以讹传讹 所以刚才 苏嘉全的谈话分两段 也就是说 他虽然不清楚 可是他讲出来 第一句话是先说 应该是马英九大幅开放 而且那个时候 人民没反弹 现在人民有反弹 对 然后再来 他在台上的时候 也是力挺正宏议 结果等到人家数据探出来 给他看的时候 他算有良知了 他还会讲说 我不清楚 我去问蔡英文 那蔡英文呢 他也不清楚 要去问党中央 他不是不清楚 他是对于这件事情 他觉得他被抓到包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所以回答的非常非常的差 那我其实就常常跟很多人说 什么样的政客最可怕 就是看起来不像政客的政客 你懂我意思吗 就看起来不像政客的政客 就是今天我如果是蔡英文 我当路委会主委的时候 我曾经给这些人补助 那我会觉得说 他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我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就会说 这个政策是如此 我不认为这个政策 有太大的问题 那马英九会引起 民众反弹的原因 是因为他对中国大陆的 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开放太快 他应该是要这样回答 就是说他可以有他的立场 可是他如果有良知的话 又有他的立场的话 他的回答是 第一个他应该承认 这是我的政策 我做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我把政策的目的讲清楚 然后他说 可是我做的时候 民众没有反弹 为什么马英九缩小了 民众还有一些意见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怀疑你 太靠近中国大陆 所以对这个政策产生了疑问 所以你没有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你看我帮蔡英文讲话 是不是讲得很好 但是他没有良知 所以他连替自己的政策 辩护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叫做不像政客的政客 所以我刚才看完了半天 我觉得感觉就是我最赞同 沈大老讲的话 无天流的人 这点就是无天流的人 你给他多少事实 他都不管你 他就照常说谎 李永平讲 他们都痛苦 给他多少清楚的数字 他就是照常说谎 像关于花博 我前几天有去查 1990年 日本大百 办第一次花博 他花了1340亿台币 然后他的总面积是140公顷 这一次台北的花博是91公顷 所以他 可是他的 他的倍数是你的 几乎是13 14倍 好了 那另外一个 有一个叫做兵明湖的 他只有40公顷 我们是91 他40公顷 结果他花的是140亿台币 结果民进党就拿一个资料 是沈阳 他叫我们去学中国的沈阳 我用郑宏一个话讲 他叫我们学中国的沈阳 沈阳只有2500平 连一公顷都没有 他说叫我们用那个12亿去办这样 所以我就讲说 我们如果用数字 一直一直跟他讨论 就是像沈大佬这样 就上他的当 因为他根本不管事实 他是先有前提 就像苏家全 他讲话已经先有前提 先丑化你 先假设我就是要骂你 然后先把事实通通都乱讲 然后等到被人家抓包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不清楚 你去问这个人 你去问那个人 那我的感觉就觉得是说 第一个 我觉得NCC要修法 他对于像郑宏宜这样的节目 如果政府已经给他资料 而政府给的资料是事实 然后他一再恶意的扭曲 不肯回应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对这种节目 不止连续开发 最后可以考虑 就是要对那个电视台做重罚 必要的时候停播 你凭什么不给苹果电视台执照 你凭什么让三立电视台继续播出 你告诉台湾社会一个公益 就是如果你对苹果的审照是有意见 那三立电视台的执照 是用什么理由可以存在在台湾这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NCC的修法是唯一制止 因为郑宏宜最怕的就是 He lost his job He lost his money 他不在乎台湾的加油站的一些公读生 他最在乎的是他的主持费没有了 这是我从以前 他在中天电视台主持节目 观察他到三立 所有言论改变里头 我觉得他最主要的倾向就是这个 以前他们在中国时报的时候 吴郭东在中国时报的时候 中文在中史完报的时候 何博文他们在报社的时候 敢这样乱写乱讲吗 乱写老板就要走路 那现在不是啊 你现在在那边鬼扯乱扯 今天那个他们善意说 我们支持大法新闻啊 那他为什么要更正 他不需要更正嘛 刚刚永平讲说我各打五十大板 我们也各打五十大板 我对他们指名道姓 这将批判对来年我孤颖其名 所以他们打得重一点 我这边打得轻一点 好我们先进口告 回到台湾大论坛 郑宏怡的出口风波 还有陆生补助的事情呢 苏嘉全说问蔡英文 蔡英文又要问党中央 所以现在要负责的人是林又昌吗 洪老师 我觉得刚刚那个播的还蛮好的 是说苏嘉全在台上讲的话 然后下面你问她的话 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你们刚刚播的那个片段都蛮好 看出来绿营的人 其实是左字右触文 像蔡英文一样 可是为什么我们来营还选得很辛苦呢 我就在想这怎么会这样子呢 难道人民判断力真的那么差吗 是不是来营的人 某种程度是很没有魄力 因为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来营能能够挺身而出 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法去谈 那应该为群众会很支持 因为你看到苏嘉全真的是 真的是很糗你知道吗 可是我现在看不出来 我现在看3D还是一样嚣张 那还能怎样呢我不知道 我来回应一下 大佬给老师解答好了 不是 我跟你讲 蓝营里头有魄力 口才辩解 可以跟他们对干的 通常都是属于比较 统派色彩比较浓的 真的本土派色彩比较浓的蓝营的人 都没怎么说的 没努力 是怎样呢 我才知道 这是要用金小刀啊 这个金小刀我怎么管呢 但是你说他们左之右错啊 我可以推给你 这个其实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那这个层次有比较高了吗 因为第一阶段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要回到讲 你们都一直在讲说谎说谎 我一直在想他们在说谎吗 我的感觉不是 他们在牵托 因为这个基本上跟说谎的本质 是有不一样的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是不用功 便宜行事 找到善情的 找到有刺激的 找到可以挑拨两岸的 如果叫到 赞 不要再来国事论坛 还是不要再来去旗舰台湾 就会拉拉拉拉 这不是说谎 这是第一阶段 也不是第一阶段 不经过细查 不经过细查 叫到就是好蜜就对了 叫到就是好蜜 你是说以他的知识 他没有办法判断 他叫到这东西是真还是假 不不 他们没有那么谨慎 这个跟知识无关 这个跟知识无关 叫到好蜜 赞 这听起来会煽动绿营的人的感情的 或者他那凝聚力的 他就马上讲了 这是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就是说 像这一次没有那么好过 因为我们记者 媒体细细去查 你的内容 你内容进不起考验 那他怎么呢 他不会轻易的自毁立场 也不会轻易的自打嘴巴 他一定要想进办法 闪来闪去 打好棒 他不支持我的家 他不来问这个 他来问这个 所以我说现在他负责是林佑昌啊 第一个 就是便宜行事 第二个就是不自打嘴巴 这个两个假结 跟梭谎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回到你的问题 你说当年这些人还是暴人的时候 还是暴人的时候 写一个处字都不行的 那为什么呢 因為他的主屬長官好像你 還有 我沒有那麼主屬 你不是他 劉老闆 對 報老闆 他大概有一定的報人的風格 不容許這個樣子 那現在的這個電視台的老闆 沒人心 說起來 都是為了這個 我們為了這個 還有第二點 當初你們這些記者寫文章 沒有人有本事說 我一個字寫得漂亮 這個報分明天就起來 我今天寫的文章頻繁 我明天報分就下去 有嗎 沒有那麼厲害 你也沒有那麼偉大 對不對 但是呢 今天做節目的 這個 AC Nelson rating 今天鄭鴻宜的 AC Nelson rating 如果是0.2 我跟你說 老闆就關掉了 但是他如果一直在1.2 1.3 1.5 他又比較軟來 老闆看著這個 照相會說 到底支持者 為什麼會這麼支持鄭鴻宜 跟民進黨有沒有關係 我們先進廣告再回來討論